大家好 我是Vivi 我是Liona 老會今天來吃菜囉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吃素食餐廳 那我們就從最熟悉的三重開始吃起來吧 走走 摩里斯特廚房 然後這一間很特別 它是提供素食的早午餐 它裡面有非常多 很像是昏食 但它卻是素食的東西 花絲圈 雞米花 我那時候看菜單想說素食 真的假的 它都用各種素食去做代替 真的很特別 除了炸物之外 我還有點了一個夏威夷拌飯 這看起來真的超牛肉的 看它是頭頭菇 而且它也吃好強 我也是 它剛上菜我這脖水整個是 偷不住 然後我們還有點了一杯芝麻糊 它叫做黑珍珠米克絲 裡面的話有芝麻加上豆漿 吃吃看 這個要配飯吃 因為它是照燒口味 很有味 這個 這是食果 我超喜歡吃這個 甘絲 都掉光光了 好特別喔 因為我真的是很喜歡吃 生菜沙拉 或是拌飯這種東西 很清爽 米肉還要好吃耶 好好吃喔 在下天吃過很甜蜜 炸花枝圈 這真的是素的嗎 有花枝味 而且它口感也很花枝耶 它不需要單醬就很好吃了 然後這是素的 雞米花 它是用猴頭菇去炸 味道也是耶 那個猴頭菇的纖維感 跟雞肉的感蠻雷通的 它的調味很好吃 這家有點誇張耶 它的素食可以戰身分食 這是什麼 炸鱈魚條的嗎 好像漂亮 還有口感 吃起來味道有點像 素骨嘴 淚淚的 它炸得很乾淨 就是不會甘油 好好吃喔 欸我會因為這樣愛上素食耶 這沒有一些這個 類似菇類的東西 不想要 這就是什麼 偏軟 我想要想吃其他的東西 對啊 它那家還有咖哩飯 然後麵麗 飯糰 漢堡 非常多選項開始吃 我來喝一看 剛剛說它的全名是什麼 黑珍珠女客吃 小黑嗎 怎麼樣 非常好吃 我也要喝 它會有淡淡的那個 豆漿味 然後很香醇 黑芝麻味 重點是它是帶了一點點的甜味 它整個是濃到爆裂 好好喝喔 我第一次感覺 深深感受 素食超越混淆 小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吃素 就去吃飯的時候 我會找素食餐廳 有一間餐廳 它賣雞腿 真的長得跟雞腿一模一樣 吃起來也跟雞腿很像 所以我覺得素食真的很厲害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抗去吃素食 而且其實現在的素食 營養都做得還蠻均衡的 因為我以前會對素食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 它會用很多的後製加工 讓食物的味道有點類似 混食 會偏油 可是 吃一家可能清爽到不行耶 很好吃的 必須品嘗這個美味 然後 再來吃下一家素食 YA 吃飯囉 這個套餐看 很豐盛 真的耶 我點的是糖醋雞卷 第一筆吃的是獅子頭 它這個糖醋味道很好吃嗎 我的獅子頭它其實就是豆腐 然後外面炸得很酥 外酥內嫩 我們雞卷的話是外面是豆腐 然後裡面包著準絲 然後再加上酸酸甜甜的醬料 更好吃 然後我選的是就是一般套餐 Aona選的是餛飩套餐 所以才會加一份餛飩 素的餛飩 超好吃喔 我覺得超好吃 那你不要再吃囉 這香菇嗎 嗯 剛上菜的時候老闆娘有說 如果白飯不夠可以跟她說 我想說 不然還好吧 我覺得我飯會不夠 半叉好吃 而且他們是現點卸做 他就在捷運三重蛋 三道出口 正對面的小巷子進來的時候 我大概一分鐘就炒得好 叫做素食湯 我真的是 這素食大感官 豆皮 豆皮其實是一個很稀油的食物 可是他把它炸得 非常的酥 一點都不油 然後下面有馬鈴薯 醬食人的好吃 很綿對不對 嗯 而且那個糖素味道很好耶 現在吃這一根喔 他們其實還有賣阿菲跟茶類的東西 然後我有發現他們其實有賣自己手做的那個 果乾類的東西 他連旁邊的小菜都好吃 我發現要吃完了 真的好厲害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天使 芋頭酥 好好吃喔 好好吃 芋頭酥的我的皮很像是那種春捲皮 嗯 而且裡面的芋頭鮮不太黏密之外 好像有點QQ的 很好吃耶 而且不會說糖下很重 欸很好吃耶 我頂著一個很壁點 那我們就來吃下一家吧 非常非常愛的素食麵線 那一來就發生了一個小悲劇 就是 油飯沒了 這一家二姐素麵線啊 它的麵線非常的好吃 之外呢 它還有油飯跟韓式冬粉這些選項 嗯 然後我們平常吃的習慣就是 一人一碗麵線再加油飯 它油飯麻油香超好吃 我們太晚起床了 賣光光了 會真的很難過 但是它的麵線真的很好吃 他們的辣是辣菜脯 除了有辣菜脯之外 還有他們的辣椒 純素的辣椒跟蒜香的辣椒 都很好吃 我們比較不是辣 光吃辣菜脯就覺得很夠了 因為他們的辣椒那些都是自己做的 對很香 真的很香 我們第一次吃的時候 有就是全家 加一點點他們的辣椒 可能辣到不行 我知道好吃的素麵線是 會讓人念念不忘 所以我就對這家一直蠻有興趣的 後來有一天我早上我就跟他說 還是我們來吃素麵線 我們來試試看 哇 一試成竹鼓 想像最要的是 對 而且它還有加那個 排骨酥 然後剛剛有提到它的韓式冬粉也是做素食的 它是涼的冬粉 冰冰的 然後吃起來有點像韓式的雜菜那種感覺 也是麻油香非常的香 不過裴良心說它的味道 跟我熟悉的韓式雜菜是有點距離的 但是你如果不要把它當韓式雜菜再吃 它就是很清爽 然後很香很好吃的冬粉 也很推薦給大家 而且它只有五六日限定 超快就賣完了 想吃的人早點起來 然後它的素麵線就是筍子的那個清甜很香 然後它會有加一些香菜啊 然後紅蘿蔔還有木耳 就是加它整個麵線的口感 好吃 真的很好吃 沒有那種有加工過的素味 它不會很油膩很清爽 我覺得這是重點 很不膩口 二姐和人家的東西就是吃下去 你會覺得很舒服很清爽 素的排骨酥真的很香很好吃 之前有一次就是家裡有點事情 房東要來幫忙處理 然後時間就花比較長 Bibi就起床吃一家包豆腰 趕快衝下來買二姐給它吃 它就補氣了 二姐除了好吃以外 還有治癒人心的功能 想到就覺得你那一次膽很大 也沒有鬧地氣 那如果那一天我跑下樓 然後買的不是二姐 你看到會生氣嘛 會 我就是要吃二姐 那我們就繼續來吃下一家吧 這家呢叫做快樂無素食堂 它有一個餐點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鐵板麵 剛老闆端上來的時候 都跟一般那個牛排館的 鐵板一樣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對啊 然後我們還有點的一個是 那個炒飯 是高醬的高香 炸雞排都超香的 就真的很像是牛排店 然後老闆說如果覺得醬不夠可以跟他講 他可以再幫我加 蠻有蘑菇醬的味道 它的麵蠻好吃的其實 蘑菇有味道是有的 不過它是比較清淡一點的那種蘑菇醬 那邊蔬菜給好多 喔真的 鐵板超大盤的 嗯那個鐵板的香氣 上面附的是花枝排 滿到我吃下去就把它爆出來 這碗好像花枝排 我吃不出來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我來吃吃看它的雞排 怎麼樣 我覺得它超好吃的 是不是 再吃素火腿 還不錯 它的長相就很像雞排 吃起來也很像 因為沒有發現就是 我們吃好幾家素食 它的炸物為什麼都會這麼乾爽 覺得有可能跟食物本身也有關 肉本身它就會帶有點油脂啊 嗯 然後你再加炸的話 它一定吃起來會比較油脂 那我要來吃我最期待的炸飯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師傅你好會炒喔 可是我不需要說沒有SO醬的吧 炒飯吃一點 不過目前吃下來 副食的餐點 都有片貴一點 剛剛是燒刀麵 但是這麼好吃為前提 我完全可以接受 那餐點很像還滿多的 除了甜白麵之外 炒飯炒麵 臭豆腐 還有負免費的紅茶可以享用 真的很像藍牛百塊 吃熱淡淡的那個紅茶香味 那我們就繼續吃下去囉 就下一家吃下一家 我們來到最後一家就是 臭豆腐 其實我滿驚訝的耶 臭豆腐有素食的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在想應該是 油可能也會有選擇 還有它有調料 醃漬的過程 沒錯 會不會素的臭豆腐其實比較不臭 不一樣的臭 它其實比較酸 嗯 QQ的 不知道是我牙齒太痛還是怎樣 我吃不出那麼細微的口感 我能咬下去已經是萬幸了 我只要它爆炸了 口感上有微微的酸味多一點點 但是臭豆腐的發酵的臭味 是沒有那麼強烈 但我們牙菜都給力了 那我決定進攻 牙套友善的蘿蔔糕糕 它這種酥的那個蘿蔔糕 就是裡面是完全純蘿蔔糕 沒有直接加任何的鮮肉類啊 就像港式那些有的沒有的 就QQ的然後有蘿蔔的清香 會吃得到那個蘿蔔的甜味 中荷食比較起來 素食真的會相對清爽很多 嗯 我覺得它有菜超好吃 我覺得就是沒有放大蒜 然後就是有那個清爽的果酸 跟高麗菜鮮甜的味道 如果大家哪一天都想要吃菜 有很多好吃的選擇 以上是我們在三重地區 探索的五間好吃素食店 沒錯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然後分享 給我可以小鈴鐺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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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囉 吃菜吃菜 今天我們終於吃到油飯了 比較好吃喔